27号欧洲议会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投票通过了以冯德莱恩为主席的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委员名单 为新一届欧委会就职铺平了道路 27号欧洲议会以461票赞成 157票反对 89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新组成的欧盟委员会名单 在新任欧盟委员会获得通过后 后任主席冯德莱恩带领的新欧盟委员会将于12月1日正式就职 在当天的欧洲议会前提会议上 冯德莱恩首先向议会发表了讲话 介绍新任欧盟委员会未来五年的工作目标 由于英国没有提名委员人选 新一届欧盟委员会由27名委员组成 也就是除英国外的欧盟27国各处一名委员组成 除主席冯德莱恩外 还有三名执行副主席 冯德莱恩表示 新团队的每位成员都有着不同的经历和观点 每个人都有他们负责的重点 整个团队已经做好准备 将共同为欧洲的利益而工作 冯德莱恩在讲话中还强调了 他此前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张 包括加强欧盟的战略自主性 大力推行绿色新政 以应对气候变化等 今年7月16号 欧洲议会投票选举 曾任德国国防部长的冯德莱恩为新一届欧委会主席 之后 他着手组建新一届欧委会 按照欧盟规定 每个成员国都应提名一名欧委会委员人选 人选必须获得欧洲议会批准 但此后 一些成员国提名的人选在欧洲议会遭到反对 再加上正处在脱欧进程中的英国拒绝提名委员人选 使新一届欧委会的组件遭遇波折 没能如期于本月1号履新 欧委会是欧盟的行政机构 也是欧盟各机构里唯一有权提出法律草案的机构 欧委会主席相当于欧盟的政府首脑 对欧盟决策有重要影响 谢谢大家